可惡己腹用腳狠踹年僅六歲的妓子 畫面讓人憤怒 母子倆遭家暴時間長達兩年 案件震驚社會 母子求助無門多次報警 如今監察委員要主動追查 除了遠景處理SOP 包括彰化縣府社會安全網是否有疏失 而彰化縣長王慧美事隔多日 終於親上火線 在十二月三號網紅爆發 媒體揭露之前 我們的體任設定單位 就有持續關懷 移工保護 縣長說並非過去傳聞 求助網紅才曝光 社會處也公布時間 一百零七年申請家暴令 而兩人卻在保護令 兩年內孝齊結婚 去年妻子車禍 當時的丈夫還幫忙照顧 兩人關係好轉才因此結案 但孩子被打卻沒被及時救出 縣府說媽媽被打都有驗傷 但孩子遭家暴影片 當時卻未提供 警方到場沒見到當事人就離開 一共三名遠景遭到懲處 家暴案引起監委注意 主動追查 彰化縣府得被放大 接受檢驗 接著陳盛偉 韓正信物彭馨 彰化報導 臥 挡 勢 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